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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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齊古葬 我是黃培塑 大阪今天又在創歷史新高 18619 18619 那當然近期是從這個地方推動 從這個地方推升上來 我們談到說這個十月初這個地方 有機會整個第五大坡 它開始啟動 那現在整體的架構都在我們 之前規劃的這個第五大坡裡面 第五大坡裡面 之前跟你談到說大概 元旦之前那個新歷的過年前 走不完有沒有 那應該到農曆年前應該還在走這個 第五大坡這個第五大坡 我再把整個背景跟同志們講一下 這個地方是從三月十九號去年的 三月十九號八五二三上海第一大坡 第二大坡 第三大坡到四月十九號結束 然後做一個大的ABC 這一拉回來2500點 大ABC完了 從十月五號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上海就是第五大坡 等於一二三四第五大坡 對我們的認知不會那麼短 那可是它會有一些細微波的脈動 十月五號這個地方 第五大坡開始 那現在這一段 當然它是一個推升 這個沒有問題是一個推升 只是說因為這一段卡在說你這個地方 如果它是一組脈動 那這個整理完等於是這一組 是第五大坡的主升段正在啟動 那你不管 反正這個正在啟動也一樣 它還是會有一個出升段 然後拉回來二然後三四五這樣子一個脈動 對不對 如果說這是第五大坡的第三段的話 那這個整剛剛還啟動 那我們是之前可以談到說 這個結構這個地方比較模擬兩個 它有可能一二三然後四然後五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二三四五的話 你這一段是第五大坡的第一段結束 你這個拉回來幅度會比較大 中線的結構就是比較麻煩 麻煩在這個地方我們講坦白話 這個地方比較關鍵 那不管你這個兩個結構 我們現在重點是這一段讓它先走完 差不多這一段 這一段的架構 之前這是小直線 這一段長這樣 我們看小直線 這一段長這樣 之前這個另外一推出來 我們就大概發現說 它已經走出一個 比較屬於一掌難跌的結構 比較屬於一掌難跌的結構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這種結構 這個地方有一個小整理 當然有機會說這一組結束 然後拉回 然後現在整個開始在啟動 針對這個是一個出升段的話 我們就要講這一組 一個一然後二然後三 那這個的話要推很高 好要推很高 這個才會結束這一段 那現在盲點這個地方 特別這種架構 你這個結構當然也有機會 它是一個一段兩段三段四段 然後這個是第五小段 那 那 短線 又有一點盲點在這個地方 我們講坦白話 這個結構呢 不是那麼好追蹤 我們有幾分證據 跟你講幾分 幾分的話 不會說跟你這樣吹噓 那 看得懂的 我們一定會也在節目上 跟你分享 那只是說現在細微的脈動 進入比較 坦白話比較摸 因為這個 你看嘛 如果說這是一組 那這三的話 等於是鋼鋼啟動 要走很遠 還要在鋼鋼啟動 還要走很遠 那因為這個結構 它有一個小的一二三四五波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小的一二三五波 你又有機會這邊 這是一個一加三 一二三四 那你第五 第五一走完這個就要整理了 好現在近期 短線在追蹤這個東西 那當然在追蹤這個東西的過程當中 那你要怎麼去擬定策略 棋子的部分 你要怎麼去擬 其實你兩個方向在操作 其實它一定都找那個比較近的停損點來操作 比較 停損點比較明顯的再來操作 這是棋子的部分 棋子的部分 那個股的部分 我們一直也強調 你這個地方是絕對沒有影響 你不管它怎麼走 大概你選股是重點 選股是重點 所以你看喔 其實大盤很熱鬧 有沒有 大盤一路在闊高 現在大概一八六一九 可是其實還是很多股票是沒有動 個股差異很大 各股它會表現差異很大很大 所以各股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直堅持從十月初 就一直跟你談到 其實各股我們一直在全力做大多 這沒有問題 只是說持股要更精進 選股要精準 否則其實大盤一直在創高 其實是創不到錢 是創不到錢 好那我們來看 我們從企劃來追蹤 也就是說我們跟你談 今天是一月五號 就這一段了 今天我再過高 一八五四六 一八五四六 那就從這一段推了 它是從一七五六四這一段推 當然這個你從日線看 它其實應該乍看之下 應該還是在同一組脈動裡面 只是說這同一組脈動 當然你看這一段 前面你先不要 你這一段先追蹤再說 這是一個推生 從一七五六四到一八五四六 你從這個小時線來看 也看不出什麼東西 它整個賣東西 因為它主要是前面那一組 這一組它黏上去黏上去 之前我說說它已經走了比較 它是一接一接跳上去 它會回 可是回的不多 這一段的時候有沒有 我說它一路在推了 已經一漲難跌 它推一段會停 回的會不多 不多又過高 然後又停又過高又停 這一組一直上來 到了這個地方有比較明顯的 稍微整理 時間也不長 就兩天了 然後又出去了 又出去了 好 那這個結構 我就說比較麻煩在這個地方 他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一個橫台整理的一個結構 目前 我們講到目前 這個是小時線 那我們看15分鐘線 15分鐘線 好 這個今天又在創高1856 這個是延續昨天 我說大概很有機會是這種結構 這邊一組 因為它裡面有個小的 12345坡 然後這邊又有個結構 然後這邊拉回 然後18522 今天又過高 一樣18546 那延續昨天 如果是這個架構 它是同一組賣動的話 你12345 這個第五走完 大概就會有比較大的拉回 大概有比較大的拉回 那只是前面有跟你談到 1月3號的時候 我們有跟你追蹤一個結構 那個結構是長這樣 因為你這邊一組 這邊一組 因為這個比較難難 你到這裡結束的話 因為它這個大幅度 這個是肯定某一個賣動的最後一段 那我們這邊是定調 它是可能三至五的最後一段 那這個說 這個第五段的話 你這個一拉回整 你現在已經出去了 你現在從這個182030 來到1850 這不可能是V波 它是一組推動的 那如果說這個結構 它是一個1234第五小波 你如果這個結構的話 你現在出去了 等於是另外一組賣動的 剛開始推升 也就是這個 你自己看 這個我們搭配大盤來看 你這個其實這樣 有機會是一組賣動 而且對這組賣動 如果成型 它這一組賣動 它是一組的話 很有機會它只是一個出生段 因為那種結構 我一直跟你講 那種結構的特性 這種結構你把它定調 它如果是一組的話 是一個出生段 然後一個整個 那等於這是一個 針對這個是一個12 然後這個3 那等於3是剛啟動的 那個之後還要再推很高 才會拉回樓 那我們剛剛談了 我說這一個結構 你把它拆成一段 它裡面有一個小葉生素 這邊又有一個小葉生素的話 你裡面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那就第五段 那等於是這第五段的話 你看這個結構有沒有機會擴演 沒擴演的話 你可能這個結構 你至少又要拉回這個地方 那這個其實幅度都不大 它都是一個成語架構 好的 我們來看這個吧 你這第五段如果沒擴演的話 那因為它今天又有 比較創高有點 又要進入整理的結構 那可是這整理如果說 它又是一個橫台 其實還是有機會 一直在擴演往上走 這麻煩在這個地方 這需要我們講坦白吧 需要再持續呢 比較密切的來追蹤 有時候磐寺總是會走到 我們講坦白總是 也不怕你笑 會走到有時候 會比較模擬兩可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它們要怎麼辦呢 一般我們的主張 我們策略 我們會先稍微看一兩天 稍微看一兩天 那因為它還是會明朗化 那明朗化 因為它每一個結構 有它的特性 譬如說好 你說這是一個儲存段 那你拉回來整理 這是另外一個 儲存段的剛開始啟動 那你接下來 這個地方肯定 就不會整理太久 沒有錯了 好 那第二個 如果說它這邊是1加3 1 2 3 4 那第五波 你第五波你這個結構第五波 這個結構是結束了 因為它這邊推出去一個平台 然後出去一回來平台 等於是 如果它是一個1 2 3 4 5波 也就是說這種結構 它是一個1 2 3 4 5波 這個高點很有可能 短信就見高點了 這個1 2 3 5波應該有機會結束 開始要做一個拉回 開始要做一個拉回 你要用這樣去判別 如果說它是一個第五波 這個是一個第五波成型的話 這個第五波成型的話 你大概這個高點應該就是高點了 1 2 3 4 5小段 那以後的高點就是要先整理完 要先整理完 好 那如果說是像這種 1 2 3 4 5波 是到這裡 1 8 3 8 9的 就在這裡 1 8 3 8 9的拉回 這出去也是另外一段的話 這拉回 出去現在已經來到18 5 4 6了 18 5 4 6了 這邊今天來到18 5 4 6 這一段18 2 0 3開始 這一段如果是另外 從這邊另外一組推升的話 你等於這邊一組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小的組成段 那個一來一回這個差很多 可是可以判別 你等它趨勢比較明朗化 比較趨勢比較明朗化 這齊權的部分 目前細微波 陷入比較麻煩的一個結構 那整個大長線 那當然我們一直還跟你談到 那個沒有問題 在第五大波裡面 在第五大波裡面 那當然這樣的話 你這個選擇權這個部分的話 選擇權這個超級任務 這個資金控管最重要 那之前我們有做了這個11月份 這個從那時候跟你談到 從十月初上來是都還做得不錯 那我們也出手 也不常出手 這十月份從這個地方 一路也是我們都在買那個賣權 都在買那個賣 早點去買賣權 早點去買賣 當然這要考慮到時間的一個 比如說還要有多久才結算 那你這個時間夠不夠要去評估 那接下來這個賣動的一個速度快不快 它的特性適不適合操作 這都要全方會來評估 好 十月份的這個是做得不錯 五十一有到二二五到四倍 三十七有到一四八 那你二十六有到這個九三 這我們都出的相對高 那之前有這種比較高倍數 十二點八倍 十八點五倍 這都要碰到一個主聲段 這些都是在主聲段裡面做的 二十一倍 還有這種九倍的 九倍這個是最後一段 這個是最後一段做的 這個主聲段裡面的最後一段做的 三字五波 這個每一段每一段我們都很清楚 好 每一段每一段我們都很清楚 好 那是齊全的部分 頭部的齊全的部分 結構還是把它釐清比較重點 頭部的結構 重點是這個結構 那現在面臨我說整個長線的部分沒有問題 那這個現階段的短線細微波的部分 會影響中線的結構 這個就是環環相扣 現階段細微波的脈動 它會影響比較中線的結構 剛跟你解釋過了 這個地方先不要造進 先不要造進 齊全的部分先不造進 那當然個股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個股部分我們還是都一直在積極 在找股票做多 因為現在一直輪動 一直輪動 你不要一直在想到之前的股票 賺到錢 然後現在又硬要去操作 沒有啦 賺不到錢 有沒有 我們之前常常操作 我之前一直在跟你追蹤 這6104的創委有沒有 這個地方我說他從114 這邊112嘛 這邊推了另外一段 他推了一個不決於五小段 那我說這個第五關 他有沒有機會擴遠 現在看起來這個是絕對沒有啦 因為他這個拉回 這個時間跟這個時間都差不多了 你這個擴遠不會長這樣 所以你看像是我們 這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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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135都有做 做得很漂亮 6104創委 135坡都有做這一組 那這個的話 你這種這個12345坡結束囉 你現在不要急了 你看 你現在現在 從那時候我們高出 這個出得也漂亮 高出以後 你現在又來到188 有沒有 你現在最近這兩三個禮拜 去操作創委 那也是逃不到便宜 還倒賠 那你這個12345坡 那當然這一段 他要做一個ABC的整理 這很明顯 這很明顯 好 那例如說 我們之前在操作的2376的技嘉 這個也做得漂亮 同時這個技嘉也做得漂亮 那也是他一個12345坡 也結束 那現在他是一個高檔 橫台政大 這個橫台政大 當然這一種結構 因為他拉的幅度 第一個時間夠了 可是拉的幅度沒有很多 這個有沒有機會再擴遠 當然就我們目前來看 以這種時間坡來看 當然可能性已經越來越低 這個我們也高出啦 也出得很漂亮 高出完以後 現在也都沒有去碰它嘛 你這三個禮拜來做技嘉也討不到便宜 也討不到便宜 那你資金轉到哪些地方去 之前我們一路在跟你談的 有沒有 轉到那些股票 我們先來談一檔新股票 好 來來來 6477的安吉 總共647的安吉 這個結構有沒有機會 好 來 648 你一檔一檔股票 有沒有有機會 你把它調出來 譬如說你看 其實這種結構很明顯 這邊有一組推動 其實它很標準 一二三四五波 一二三四五波 有沒有 這一組推動完 它做一個調整形態 拉回來 這邊又出去 這一出去你看 它這邊又有一組一二三四五波 然後又有個整理 現在又出去 其實這個結構 這樣的話我們就 就我的認知 我就很喜歡把這股票 以現在的位階 把它抓來操作 為什麼 剛剛談的這一組在這裡 30.15到50.6 這邊有一組推動 這邊有一組推動 把之前拉下來不管 這邊有推動然後拉回來 然後又出去 有沒有 那等於是這個 假設這個推動是一個1 你不管它是 就算整理也沒關係 你就算一個ABC 那這個是C波 也無所謂 你這個C波裡面應該還要走五小段 所以像這種結構 那如果說比較 另外一個推進開始 那是一個1 2 然後這個3 因為你這邊有一個推動 這個推動 這個推動就在哪裡 差不多那個推動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這個一二三四五波 因為這個圖我把它 稍微拉大讓你看清楚 這邊有一個一二三四五波 然後整理有沒有 就在這裡 這一組這一組 就一啦一這裡 那你這個已經明顯 一二三四五波 這個推完結束拉回來二 這個幅度比較大 3開始動了 3-1就是我剛剛說的 一二三四五波 這個細微波 3-1然後3-2 現在應該就是3-3嘛 3-3嘛 所以像現階段 這個位階 我認為就是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應該呢 就我們認為 我們我會待會兒把資金怎麼樣 把它擺在這個地方 現階段 現階段 好你呢 那它現階段的結構 位階 適不適合你現階段來操作 這是重點嘛 而不是在講這之前怎麼樣 沒有 之前賺了賺了 那已經都揮落袋了 那你現階段的操作 不適合囉 什麼時間買什麼股票 這個很重要 這是今天1月5號 特別是今天1月5號的 6477的安極 一目前的架構 這個結構我認識到 是主生斷中的小主生斷 很適合操作的一檔 一段一段 主生斷中的主生斷 3-3 3-3 這是6477的安極 647的安極 好 那這個解例 1月3的安極 我說這個一個AA 你說一個B 你這個一個C 或是1 2 3都不管 你這個A B C 或是1 2 3都不管 你這個都至少三段 有時候你1 2 3 4就五段 就像這個一樣 你說那A B C也沒關係 你這個1 1 2 3把它改A B C也沒關係 沒有關係 你這邊C的話應該 這個也是C之1C 這個C之3而已 一樣意思 那我是判斷 因為它的那個 突然那個營運的 11月份的那個營收獲率 其實它是有機會 有這個結構跑出來的 所以把它先定掉 我們預測 先定掉它的機會是一個 1 2 3 4 波 1 2 3 4 波 那這個的話好 它整理就像它一個A B C 你一樣 就有這個C波往上 那這個C波往上 昨天它是拉了漲停 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也整理很久 今天 1月上又拉了漲停 2 1 4.5 昨天是到2 2 7 今天沒什麼動 5 2 9 9 結利 沒什麼動也是一樣 大盤拉回來 它還是有在平盤上 還是小掌 還是有小掌 還是有小掌 那你看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是不是整理了很久很久 那只要拉出去 那只要拉出去 一拉出去我們是認為它應該不會拉那麼短 應該不會拉那麼短 就算它是一個C波 就算它是一個C波 這是5 2 9 9的結利 5 2 9 9的結利 好 那來那這檔光雷我們也講很久 現在叫台亞 我說這個三段拉回來也要再買方 就衝到66.2 好 後來又拉回來整理很久 有一天要到65.1 那一天我們就把它出清了 因為我判斷它還會在整理 14號26號 656出清 這出得漂亮 這一開盤就出 出得漂亮 出完它把它跌停 在那邊整理很久 就在這裡 這一根黑棒的最上面 最高點出的 出了漂亮 那一根打跌停 等它們下去也沒有 那年數 但是明顯它是一個1 2 3 4 5波 這個結構沒有問題 所以23號又啟動 開始第五小波 23號買下去又拉漲停 66.6 隔天732 然後恭喜所有的會員亮燈 然後最高通號794到804 2340 2340現在台亞 那一樣 同樣這個結構 這邊之前1 2 3 這都沒有擴演 然後這個第四橫台整理很久 我說這是第五波出去 它今天又來破一點點 這個一點點的話 如果你把它看 這一點點做一個 因為這邊有五小段 做一個ABCNA 這個結構 這個地方更是臨界 這個地方 它整個完全整理得很標準 就是說它 如果說它能夠擴演 這邊五之一 現在是第五段 如果沒擴演的話 這1 2 3 4 5波 其實它可能在這個區間 就要整理一段時間 如果說它沒擴演的話 在這個區間整理一段 在逢高 你應該把黨先換骨操作 對不對 那我們是看它說 這邊都沒擴演 這邊也沒擴演 這一段 而且這兩段幾乎等長 這個第五波很有之夜出現一個擴演的結構 也就是說它第五波走了一個什麼 1 2 3 4 5小波 1 2 3 4 5小波 那好 你第五波走了1 2 3 4 5 等於是5之1 拉回來5之2 這個地方 它雖然說今天再拉回來比較深一點 可是大概就是大概比較標準 就是大概0.618 你自己去算這一段 這一段拉回來大概就0.618 現在是67.5 那這個結構一出去的話 5之3的話那不得了 等於是它有擴演 我們現在是主張這樣 當然我們切的點比較低 進入的點會比較低 所以這個我們都還是怎麼樣 再跟它虛報 還是再跟它虛報 這2 3 4 0的台一樣 2 3 4 0 關鍵就是在這個第五波 能不能出現擴演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如果說好它沒有擴演的沒有關係 它就還是在這個區間震盪 那你在逢高再去做調節就好了 那個結構還是要把它擬清 那你就自然很清楚 我怎麼樣來應對進退這檔各補 好 這是2 3 4 0的台亞 那像這個油田 最近跟你談 像你說你資金擺在 最近擺在油田會不會賺錢 賺錢啊 這10月9號 我說這個應該有個3上去嘛 有沒有 10月29開始漲停 8 3 6 然後30 90.9 封關前大家都在跌人家 它還漲了9% 快漲停 新村高原排又漲9% 957 然後昨天又拉漲停101 今天又過高 105 3455的油田 3455的油田 好不好 你現階段把錢放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才賺大錢 你放在這個 我們之前操作的2376有沒有賺錢 沒有嘛 放在6104台 有沒有沒有嘛 還倒賠嘛 那你3455的 我說你錢要放哪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你要懂得去靈活調節持股 我說現在這個 這一組 如果它是一個不規則整理 那就3 那如果1 2 然後3-1 3-2 3-3 那也是3 3-3或是3都一樣 它是一個推進型態 可是今天這個推進型態 總是它暫時會告一個段落 像這個你看它小直線 這是這一段對不對 那小直線是長怎樣 它是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1 2 然後這裡面是一個1 2 3 4 5破 所以它1 2 3 4 5嘛 所以這一組暫時就告一個段落 它可能需要先稍微整理幾天 就這個脈動結束 等於是這個 你看日線是看不出來的 這是日線 這一組到今天到105 到105 這一組脈動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看看能不能擴言 不能擴言這個的話 接下來要整理稍微時間久一點點 好你要有這樣的認知 才可以去應對進退嘛 對不對 這是3 4 5的油田 那你說這個台表科 今天是不是又來到最高 今天又來到131 尾巴拉到最高 我說它長得不多 可是你看 我說以它的營運動能來 6278台表科 你看 這個是小直線 這一段 我說這一組它有機會 它是一個出生段 這個ABC 之前在這裡 我說它怎麼跌也跌不下去了 有沒有 跌不可跌 那是在1 5上下 今天來1 3 1了 是不是有個推出去的結構跑出來的 那憑什麼 你自己看到後面的運動 一季 第二季3.83 第四季我認為是4塊以上錢 4塊以上 那你說股價在120怎麼合理呢 嚴重偏低估 那你看 你現在把錢放在這邊還可以賺錢 你放在其他地方賺不到錢 所以這個現階段買什麼股票是重點 我說它雖然慢歸慢 走得很紮實 慢歸慢走得很紮實 有沒有 好 我們講的都驗證了 通過我們講的驗證 實際操作也賺錢了 對不對 那你說像現在東浦這個 拉回來這個190 這個要強勢介入有沒有 他們很快是不是到224 然後233 然後2495漲停 然後261 283 最高是到284 3290 3290 這一段也結束了 暫時整理 我們跟你談的這一段 有時候你該調節就要調節 但有時候該整理就整理 你說這個4927的KY 這邊外擴這邊也還一段出去 它是不是開始漲 108、118.5、122、129 漲停132.5 然後到今天就到138、4927 4927有沒有 這個也是這一段也佔告的段落 你要去把它釐清那個結構 來 我說這個進化波浪戰法 這個我搭配六片的教學DVD 有興趣的歡迎你來電洽巡 把它拿回家先把它研讀清楚 那如果想要學更深入一點的 這個年度的技術班 也歡迎你來電報名 來電預約 那這個新年的新氣象 這個福福生風大頂紅包 這樣今年一定發 這個歡迎你來電洽巡 很特別的一個方案 我們先休息一下 讓您今年一定發 358 運達投顧 讓您今年一定發 數目專線 0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知情專線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新年新氣象 古年搶投箱 古古山峰大頂紅包 358 讓您今年一定發 358 運達投顧 讓您今年一定發 數目專線 0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旅行人不做騎貨 騎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投顧 027810909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 露營五人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揭露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 一併設入 四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 就對了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目前的一個架構 我說它細微波的脈動 細微波脈動 先把它釐清它的結構 再來穩扎穩打的操作 你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來 今晚包裝帳碼之後 搭配六片的教學DVT 有興趣的也歡迎來練洽巡 還有這個年度的技術班 歡迎來預約 那你說你預約要快 每年都爆滿 每次辦技術班都滿滿的 這個新年的新氣象 這個方案很特別 很特別 讓你今年一定發 歡迎來練下旬 祝大家操盤順利 今天我們有吧 這邊可以回到 來 epي 請 做Youtube應通財政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站到 看到 看到 Youtube日視點間 線上直播上就是 分析師精準 團室解析 水蒜水看 很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管是 跟你安賴在一起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研多年 波浪理論 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 虎式的起跑點 金車線27810909 27810909 黃老師 波浪操盤術 一套功夫練足 輕鬆創造績效 超值2.0 賣魚送釣竿 虎式長勝軍就是你 諮詢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